各位主持我有異議 你真是的 對這套作品很有異議 逆轉裁判 我本人也有玩過 童年會也叫做 很久以前 也不久 也不久 法庭審判遊戲 遊戲分了兩部份 首先就是 守證和出庭裏 根據你的守證 去擊破對手 對手的方言 或者他們的證供 整個故事的部份 去到動畫版 動畫版裡面 完結了一個故事 以及一個 中行蹤的裁判 那不是故事,那是新手教學 沒錯,我也這麼說 一開始主角 聖保堂 作為一個新人的律師 進入了 為了幫助她的好朋友 證實她沒有殺過她的女朋友 而第一宗案 接受這個謀殺案的案件 我看這個故事裡 開始的時候 故事就好像是什麼呢? 告訴你 觀眾,我明白 你們不知道什麼是法庭審判的了 等我告訴你 她很親切地 裝設了一個 千尋老師的角色 就是她作為一個 新手教學員 就是由馬所講的 新手教學員的角色 告訴你 為什麼她看這個故事 或者是遊戲是怎樣玩的 而 很遺憾地 我想 縱使觀眾 不知道什麼才是審判的 審判的 審判的 但是 我相信 不少的觀眾都看過法庭的 片 無論是日劇也好 港劇也好 你看到這套 你看完之後 你會有悶悶的套裝 首先 我們先說 這個新手教學事件 在這個新手教學事件裡面 我看到最詭異的一件事是 法官大人 你可以加入自己想法 這麼厲害 法官的角色 其實就是 管理整個法庭裡面的秩序 他是一個中立客官的角色 這個角色就是什麼呢 對我來說 他不是一個法官 他是觀眾A NPC 他也是 以遊戲來說 他不是套裝 或者側眼主角 其實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將遊戲分階段去進行 那個角色 就是裁判的中間 當當當 下一位 當當當 下一個步驟 在逆轉裁判的動畫裡面 法官是什麼 我都知道你是兇手 哇 你說他這樣的東西都可以 當然另外一件事就是 看到什麼 我們知道就是 審理一些嚴重案件裡面 是有所謂陪審團的 陪審團去了哪裡啊 不是的 講回遊戲裡面有說 但動畫已經沒有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 架設日本是一個 高速簡易的法庭 案件太多了 我們快點審案件 所以用這個很快速 有律師 有個檢察官 說完話 然後法官裁判 他背景是這樣的 你要明白 他跟這個現實世界的法庭是不同的 當然為了他害怕他設定 當然 老實說 這個根本上 我會當它是什麼呢 應該用現代法庭去審判 其實遊戲裡面 你不會有這個違和感 因為遊戲裡面 其實叫做什麼呢 也叫做跟隨為情 就是中間那條 不能插嘴 無緣無故 最多有意義那句 但是這裡裡面就是什麼呢 你會覺得就是 你在看一套什麼呢 爆青田 哪個爆青田 誰爆青田 搶頭那個 狗笨之馬 狗笨之馬 垃圾放狗 我知道 有個月亮的額頭 首先 叫做什麼呢 犯人 是可以隨便問問題 在我們叫做執法庭裡面 犯人 證人 他們的工作就是什麼 回答 辯方律師 和控方律師的提問 他們只能夠回答 辯方律師和他們提供的提問 指定範圍裡面的答案 你們不能回答挑越以後的問題 但是 這套東西很厲害 就是什麼呢 可以反問辯方律師 這個 第一個詭異的地方 第二個詭異的地方 就是 主控雙方的律師 主要來說都是他們說話 他們當然有一些助手的東西 千層老師的角色就是 對他們來說就是 這一次法庭裡面 他就是一個助手的角色 連一個助手的角色都說 我有異議 這個法庭也挺自由的 老實說 我覺得 我真的跟他看一套九品之盤館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只有一句 看了的時候 不要把現代法庭的資料放進去 而最厲害的就是 什麼呢 在這個 所謂提供證據的環節裡面 大家是什麼呢 證據 證據 是秘密武器來的 秘密到底是什麼呢 我不可以讓控方知道 我也不可以讓辯方知道 就是什麼呢 我臨時拿出來 你猜不到我 實在是不行的 因為 竟然是要法庭認可的證據 才能拿出來的 即是不能這樣 拿出來 這個東西是你的 是我 什麼證據證明我的 沒有的 其實我撿回來的 其實 實在是不行的 問題是遊戲裡面 本身他原作 這部份也是照樣的 很多東西都是簡化了 如果不是遊戲就會太複雜 如果跟著原法庭去判案 那些搜集證據 呈堂證供 要申報給對方律師 法律師信 這些就會很複雜 實際上 實際上 實際上要做法庭 可能要拖一個什麼 可能拖成幾個月 他實際上簡化幾天 搞定了 他為了給遊戲的流程 他現在跟回遊戲的錢 去做動畫版 有些事情你不能這樣塗造 或者這樣說 本身我會吐造這個 因為我都明白 我一直玩遊戲 吐造的地方 因為他沒有了手證 那一部分 而手證 那一部分 就是我們那些證據 叫做什麼呢 他真的做到 有些太遊戲化 我覺得是離開了 觀眾的認知 老實說 你這些遊戲化的話 對一個未看過逆轉裁判 或者未玩過逆轉裁判的人 來講的話 我不會因為你這個流程 我會知道 那些是道具 那些是什麼 除非你有什麼 然後 對方說完一句話 然後你有什麼 然後你有什麼 我有異言 然後就知道 好像彈乳輪婆 那樣 你一天就做到 我明白 我覺得他動畫 其實他想著 純粹是 當年玩遊戲的人 你看到 明顯的 有時候法庭的側面 正社 那些律師他們拍桌 那些動作 其實他跟著遊戲的立配 甚至乎去顯示時間 那些位置 什麼沉悶的一群 他都是去出個框 他把明就是 想做給粉絲 玩過原作遊戲的人 看 他可能沒有想過 佛街客 這件事我可以原諒他 而且 他是一個改編作品的時候 其實就是 你 因為由第一篇 第一篇 遊戲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短的編章 你看動畫就知道 一集就搞定了 嗯 所以其實他的編章 沒有一個手證的步驟 我明白的 遊戲裡面也沒有的 第一篇我不會計 但說得剛才說的 第二篇 就是像少中大律師的單案 就是千尋老師的死亡 就是他手證 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當年我玩遊戲 手證這一部分 就是前幾部分 我找到整個在刀裡刀裡刀 很痛苦 但是動畫他完全是簡化刀 一部分走進去 隨便拿一塊東西 就可以當我找到了 其實你沒有中間的 如果我整個在刀裡刀裡刀裡刀 我不知道其他官員會生氣 但我覺得會浪費 因為手證是自己的 或者這樣說 你看不到 聖步堂這個主角 究竟他做了什麼 才可以找到這些 證據是什麼呢 這些證據是自己彈出來 在他面前 哎呀 這個東西要先撿 偷東西 當然你上説 我看這套東西 他是做到法庭裡面很詭異 但是什麼呢 在另一個角度來說 這套東西是很有喜感的 你上説你知道嗎 我這套東西裡面 我腦裡面 是幫他配音的 好像第二集裡面 千尋老師的死 然後因為他妹妹 就成為了這個嫌疑犯 然後在第二場法庭的時候 一開始 就已經 未開始的時候 是沒有人說話 然後有個人說 我有意義 然後我在腦裡面 配了一個音 就是其實我配這個音 是什麼呢 我是代了法官的角色 我跟他說 阿鎮 未開始 人家打他三大班 然後最詭異就是什麼 另外他說 通常每一次都會問 兩位準備好了 開始了 記住 不准說髒話 不准說食器官 不准說爸爸 不准說媽媽 不准說媽媽 讓你三分給你媽媽 你代了什麼 你代了什麼 九個早上 我代了他 我是把整套東西的概念 代了我們 代你準備好嗎 對面高手戰代力很強 怎麼辦 讓他三分落 其實第二集 為什麼我會代了這麼行 就是 你見到就是什麼 去到驗屍報告那裡 驗屍報告就是 絕即時死亡 變成什麼呢 大概即時死亡 實際不可以這樣寫的 這個就是等於什麼呢 荒唐鏡童這個 租息詞 在說的時候說 那 這樣看才對 當然 現實來說 吐祖說 驗屍報告可以這樣改嗎 對 不是 你不可以當很黑暗 當然不可以這樣寫 這麼隨便 當然 驗屍報告很黑暗 他們會偽造證據 那你這樣想 就不可以當 這個世界 都解通的 另外的 剛才我們也提過 誠報堂可以就是什麼呢 我有一件植物 你沒見過的 你看一下我就找到一部手機 然後就說 為什麼我不知道 他說 當然不知道 我也沒有審報告 你怎麼會知道呢 對面 後來的感覺 下次 那當然 其實呢 去到這些位置 我一直在想 通常我們法庭這些位置就是 就是說 法官大人 因為辯方提出新的證據 我要求休庭 我是很希望聽到這個 終於在第二集 我聽到那個傢伙說了這句話 余杰 不是你都是先入為主太厲害了 這個是日本的法庭 你要知道 不是 是怕入面的法庭 日本行為這麼瘋 怕入面的法庭 你不可以用你體戲那種法庭 代入去 要不然就死了幾次 當然厲害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最不合理的那一幕是什麼 接著 到休庭的時候 嫌疑犯的阿妹 是可以 跟她的律師 在一間房裡面說 通常這些時候 不是應該被人欺負去監獄的嗎 為什麼還可以跟她聊天 不是 她是辯方老師 可以問個嫌疑犯的事情 很正常的人有 不是 你看到的 她是進了監獄裡面 跟著跟她說 失禮了良心 她自己走回去 這些就是高手來的 那警察也跟管察哥一起聊天 那沒事的又 證人跟警察一起聊天 所以我說 這套影片裡面 我看完第一件事 跟我們看完第二件事 我已經不再執著 不再執著 什麼叫做法庭 本六王的法庭 這是一個遊戲 我知道她的執著就是 什麼呢 我可以用多少 九分芝麻官的對白下去 不是 你當作是一個很錯處的遊戲 就算了 正公上面 找一個錯誤 我當童年回憶的人說 看這個動作我記得 在以前 我有異議 那些 甚至乎 動畫這樣改編法 其實對於人物的數字 其實很薄弱 或者這樣說 其實會影響了 你對逆轉裁判這遊戲的評價 老實說 我玩過的人知道 這遊戲其實不是這樣的 城武団不是這樣的 你玩那隻遊戲 城武団的角色是很立體的 但是你看動畫的時候 如果你還沒玩過那隻遊戲 其實你就覺得 他有什麼特別 他是一個搞笑的角色 這群人裡面 你當法律究竟是什麼 其實他也是 剛才我介意他剪了首證的部分 你和上季那一套 W那一套差不多 他剪了日常 可以描寫 或者形成一個角色的 立體感的劇情 你說大Manson W 對 因為他在搜證過程中 可能他套了 或者他平時的言行 你看到這個人是怎樣的人 但是你剪了之後 就發現 法庭搞笑了 或者這樣說 其實我這套東西 我會用的是 即是用彈丸倫婆 這一套作品 因為彈丸倫婆 其實他希望 就是做到 遊戲的節奏流程出來 就是在所謂的學級裁判 在彈丸倫婆裡面 在這裏 他就集中了在法庭的部分 首證的部分 為什麼不做 就是因為 老實說 對我來說 就是驚奮問題 其實是一個 老實說 他可能純粹只是想做一套動畫出來 他現在給我的樣子就是 什麼呢 有人 我真的覺得 這個世界呢 是很多用者 在做動畫方面 有錢 人家有錢而已 他叫天戰Segar 他看到Segar 做了一套 我們評為就是 這一年裡面最最最最最最最 最 不知所謂的動畫 他就知道就是 不行 我不敢直播 我都要去做版本 最最最不知道做什麼的動畫 不是 你這樣說 你會不會回《打電話老婆》去比呢 因為剛才有這麼說 《打電話老婆》去看日常劇情 就是在論證開法庭之前 他們有些日常媒 當然你不要日常媒的交線 他真的做了這個劇情 過了一些日常 但這是沒有殺的 法庭論證 下一集又有法庭論證 肯定飛過去 中間有些手證 飛完就算了 你看不到這個中間的過程 各個式不夠立體之餘 你會不會覺得是什麼呢 這班人 為了手證 或者為了證明一個人是無辜的那種努力 你是完全看不到 因為根本是不需要努力 他走到快就有證據了 天天掉下來的證據 嘩 真是開心 令到你看完整套戲之後 老實說 這套戲很考你陰脈感 你陰脈感不夠的話 你是絕對看不到下去 那陰脈感就是什麼 你要憂慮自己的陰脈 橫過來而已 嚇不了我 我彈出彈入你 打我一扮 你說的阿波 是不是這樣我明白的 你一定要代入 老實說 你看這套戲之前 我強烈建議 沒看過的 只有一些年輕的聽眾 或是年輕的觀眾 你一定要看回狗笨芝麻館 不是的 你看不到這套戲 不是叫他先玩遊戲嗎 應該 不是 反正你會崩壞 你不會崩壞 你一定是先看狗笨芝麻館 對你自己的幽默感有一個提升 我現在要怎樣提升你自己 OK 即不是要你怎樣 你要選什麼叫做逆轉裁判的遊戲 這叫沒有這套遊戲 沒有這套裁判 如果你做得到這套 我就想說 這個世界 沒有什麼 你受不了 你如果看完這套 我暫時都不知道 如果你這套都捱得住的話 你應該可以看PSO 真的很好叫 不是 你挑戰 暫時我未知道 就是逆轉裁判 是不是可以挑戰到PSO的級數 但是 客觀而言 你應該要這樣做 我覺得 不是的 真的捱不去 不過當然這套東西 我現在捱得住了 也成問題 對了 這套介紹就到這套 那我們去下一套